现在开会 今天是本院第十一届第一会期 期许未来四年 各党团以及所有委员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国为民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 院长韩国瑜首度主持院会 却遇上前一天石安专案报告 朝野写上破局难题 民众党一大早就到一场立案 要求加开院会 明天加开院会的方式 来处理大家所关心的石安问题 在场民进党以及中国国民党 能够进予支持 现在有民众党团提议 交付党团进付二读 请问院会有语意 没有语意 好谢谢 黄国昌对蓝绿喊话 不过国民党其实早上六点 就抢头相地案 要求行政院长陈建仁 今天就进行石安专报 但得知民众党也有提案 来赢自行撤案 因为民众党也提出了相关的提案 所以本党基于都是在约党 我们支持民众党 本党予以撤案 谢谢 来来来 我们一起奴 利益一起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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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兇 谢谢 立法院攻防蓝白河 但民进党团也不是省油的灯 总周科建民也定案给韩国瑜 要求二月二三号礼拜五 进行石安报告 政党协商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交付党团协商 二月二十三号 有本席再次召开 草野协商 石安问题 有关石安问题的专案报告 那我们会择其协商 进行行政院院长提出的施政方针 以及施政报告 请行政院 陈院长报告 国民党团无预警杯葛 不让陈建仁上台报告 蓝绿炒成一团 不满蓝营霸占一场 民进党立委黄杰 盛田抢麦 徐晓芯赶紧阻挡 双方差点上演 全武行 最后在韩国瑜劝说下 陈建仁终于顺利上台报告 但是安装案报告到底何时进行 恐怕还得等政党协商后 才会有结果 明天就送到